我昨天对相亲 发现好多人都是幼稚的女人和幼稚的男人 他们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对象呢 你在哪里想 相亲脚 工件所都去了呀 感觉都很幼稚 会是你感觉 你感觉幼稚的 不一定幼稚 你看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事实 眼见不一定的意思 眼见有可能是别人让你看见的 知道吗 相亲脚为什么都是幼稚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都是干风险的 我问你 你去相亲脚 你看全是残疾 对吧 男的身高都不知道有没有 你还会去找他找对象 对呀 那他要想办法 让他们的那些客户 那些贵人 让他们感觉很优秀 实际什么 实际相亲脚 绝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假的 婚件所也是一个套 他们如果说他们的贵人会人秀 你想找优秀的人都给你交钱 对呀 所以你们看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事实 你看到的东西是别人偏知情的 骗你了 知道吗 你觉得真正优质的东西会无入市场 你觉得真正的万魄需要招住吗 你觉得那街头里面能找到宝贝吗 对呀 一个道理 真正优质优秀的人 他压根就不会走上相亲的这条道 真正有权有的列长得帅的人 他会去想什么 他绝对不会去 他也不可能正常 真正温柔善良 扎静好 长得漂亮的女生 他还没有毕业 他就已经被预定了 人家毕业就结婚了 知道吗 那这些人 升到三十多岁 四十岁的这些大名胜利 大名胜利 男的要么穷 要么丑 要么爱 要么原生家庭差 知道吗 女的要么认知低 要求高 不自责要找高富商 我们讲 没有一个是所谓真正的优秀优质的 如果真的有这种条件优质 那他的性格的缺点很大 所以就不只耐用这个制作 懂吗